至於你要台獨,你也不用否認你的文化處理是中國文化 比如說,像你剛才講說,你在高中受有一段政治模糊,認同模糊的狀況 就是因為在他們的操弄之下,他們去強調台灣和中國是兩塊 比如說你想說長江啊,或者那些生活文化,其實是與你距離很遠的 那你怎麼看?現在怎麼看? 這個就是有心人去操作,告訴你說外省等於中國,大陸等於中國,台灣或是中國 當我們想通了以後,長江黃河是中國的河,濁水溪淡水河也是中國的河啊 你來自四川,來自江西,所以是中國人,我生在台灣,所以我也是中國人啊 台灣本來就是中國的一個寶島啊 在你成長的過程裡面,像你接觸的人應該有各種族群,因為在你這個年紀 跟你一樣,持這樣的看法有比較多嗎? 我覺得這樣,在一般人來講,他不像我有這樣整個深刻的思考 多數人就是選擇,反正電視告訴我什麼,外面人怎麼說,我就怎麼跟 就這樣子,更多人根本沒有思考的,他說反正他怎麼講就這樣子啊 但我不是,我會有思考,就好像我為什麼說今天我吃碗粿跟你吃紅豆松糕 都不排斥到底中國人或台灣人的問題 因為過去在台灣,中國被國民黨等同嘛 所以我們會認為說,我們的生活經驗跟國民黨不一樣 我們的生活經驗跟國民黨帶來的這個外省文化不一樣,所以我不是中國人 可是呢,等到我們突破之後就會發現,中國不是等於任何一個單一的政黨 國民黨不能壟斷對中國的化學權,中共也不能壟斷對中國的化學權 文化這個過程 在幹國民黨的一個青年團的人,他還說他沒有夜夜聲歌,他有啊 我們一起去總統報相,爆料給我,那我不願意去把它做更多的公開啦 因為這個吃喝玩樂也是人之常情嘛,我們也不是說一個人吃喝玩樂就不對嘛 我不喜歡做這種批判 但是國民黨必須要資源比較多,他可以去這些吃喝玩樂 可是那個,那個是我們要的嗎?我要的是我可以有決策權 我們可以制定一個活動,我們可以自己辦理一個事情 然後我們的思想不被局限 我今天如果在國民黨,我要講這種統一的話,我早就被幹死了 就跟洪秀柱的下場是一樣的,洪秀柱都做到主席了,人家還圍攻他啊 是不是?那我在國民黨,我講一個這個,我認為是真的話,我自己先被幹掉啦 所以你在新黨覺得是有被重視了,然後可以有施展的空間 我不敢講所謂重視不重視,而是大家是一起在革命 我們大家是一起在革命的一個一個小螺絲釘,每個人都是一樣的 所以不用說我重視你,或你重視我,而是大家一起在努力,因為我們從零開始 我們本來什麼都沒有,我今天從1.9% 1.8% 變成4.1% 4.2% 我就是成長 我51094張選票,510074選票,就是雜雜實說,我現在有51萬票 我們是從零開始,沒有包袱 那不像國民黨,國民黨從一個百年政黨,執政的黨 到今天變成二十幾席,國民黨是應該要去做一些檢討 你對現狀會有無理的思考嗎? 不會,因為如果沒有這樣的一個環境,又怎麼有我們 任何事情一提兩面 當我們就覺得說,哎呀,人家都跟我們不一樣,現狀怎麼改變 那倒過來講,也因為如此,所以才有我們存在的價值啊 如果大家都一樣了,那你是什麼? 那你不需要你啊 所以你算是樂在其中嗎?就是樂在黨的民族 也不是說樂在其中,我們當然希望有一天我們能夠成為多處 那是另外一個階段,就好像一個革命的歷程,一個創業的歷程 從最初大家一起幹,到可能現在開始有一點這個成果了 每個歷程,每個歷程不同的辛酸苦辣,也不是樂在其中 而是說,我們懂得怎麼樣去適應人生當中不同的階段 永遠都是用樂觀的態度去面對 你覺得走這支這條路是要的